习近平撇清朝和服软,反击,金正恩普京都不肯得罪川普,近日在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上习近平,强调半岛无核化问题的主人翁是美国,朝鲜与韩国习排除中国之举,引发舆论关注美国媒体人,阿波罗评论员王笃然表示,习近平这样说是为了撇清与朝鲜的关系, 网声了说,可能是在反击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是扑克牌高手金正恩和普京,也都不肯得罪川普,有评论文章指这次俄罗斯30万人军演,主要针对中共其次美日,中共一直是俄罗斯的假想敌人,习近平想要撇清与朝鲜关系,9月13日韩国东亚日报,报导12日在俄罗斯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 EEF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国际社会,需要为朝鲜半岛和平体制提供保障,而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主人翁,就是当事人现在的当事人包括朝鲜,韩国与美国。 习近平解释说,借灵寒虚气灵人,只有美朝韩三国,在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过程中做出行动,我们才能够帮助他们通过所有人的努力实现。 一个好的结果报导认为,习近平的言论意味着半岛无核化与朝鲜体制安全保障过程,中的主人翁是美朝韩三国。 中国会在这一过程中提供帮助有俄罗斯评论人士认为,朝鲜半岛南北方都不想俄罗斯把东方经济论坛当成反美平台,并为普京外交增添光彩。 从而影响好,论朝鲜半岛的自身问题,金正恩这次不遇会,也导致韩国总统,文在寅放弃参加东方经济论坛活动。 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表示习近平这种说法从表面上,是说在朝鲜问题上,中共没有责任,往生了说可能还有反击川普。 此前针对朝鲜问题点名习近平的话,说中共给朝核问题捣乱,不制裁,朝鲜大朝鲜,排撇清习近平是扑克牌高手等等。 王笃然认为习近平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即使将来朝鲜出事了,再变卦了或者金三胖翻脸了跟中共没有关系。 习近平普见金正恩的算盘9月13日俄罗斯,中共和蒙古联合举行了东方减200118军演,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参加。 阿波罗评论员王笃然,表示习近平这次没参加中俄联合军演,与没有去朝鲜见金正恩,都是经过仔细考量。 的不见金正恩是怕进一步激怒川普,而不参加军演是不想给外界加入普京对抗西方和北约的印象反之。 三胖,也算挤得很清楚,不愿得罪川普,反而不去见普京和习近平。 美国之音9月14日的评论文章指,习近平和普京两人没有共同前往演习场检阅两国军队显示习近平有意与普京保持距离。 分析人士说中国不想因为俄罗斯而得罪其他国家俄罗斯与北约,目前把对方视作假想敌。 双方军演活动也彼此,针对对方中国虽然,与周边的日本、越南等国摩擦,不断当俄罗斯却与自己的周边邻国乌克兰。 格鲁提亚大打出手中俄军事合作,如果过于走近,可能导致中国丧失别人信任。 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心说中国不会因为俄罗斯而同整个北约集团对抗。 俄罗斯也不想因为中国而破坏,它同越南以及中国其他邻国的关系正因为如此。 俄中联合军演都带有政治作秀的色彩。 赫拉姆齐心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是一回事,而俄罗斯自己的军演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两种军演根本完全不同。 俄罗斯自己的军演才是带有军事意义的真正演习。 俄罗斯满意与中国军事合作俄罗斯部署重炮,对付中共署名白话的美国之音作者9月9日的报道说, 俄罗斯30万人军演,主要针对中共其次美日,号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俄罗斯。 东方兼2018军演有很多场演习组成,其中与中共举行的联合军演具有展示给外界看特别,是向美国发出政治信号的含义。 但同时平行举行的其他演习则针对日本和美国尤其是把中共当作假想敌,驻扎在俄中边境地区,能携带核弹头,主要用来对付中共的俄军战术导弹和其他战略武器,都会参加这次东方减20118军演。 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埃尔说,在俄罗斯与西方交互与美国对抗升级之际,中共并不是俄罗斯的盟友中共的,不会为俄罗斯而战不仅如此。 俄军一直把中共看成潜在威胁,在离中国不远的一些地区,已部署了可发射,核炮弹的大口径重炮,部署在俄中边境犹太自治州的俄军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部队, 将参加这次东方减2018军演犹太自治州的对面,就是哈尔滨加穆斯,这些中国东北主要城市最近几年,俄罗斯已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几个边境地区,全都部署了能携带核弹头,被认为主要用来对付中共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旅。 能携带核武器的俄军战略空军远东地区的迹象部门紧急情况部,以及其他所有俄军兵种,都会参加东方减20118军演。 俄罗斯过去所举行的东方系列演习都被认为主要针对中共演习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检验兵力的远距离投送。 在这次东方减20118军演中大批俄军部队也同样会从西部和中部被投送部署到与中国相接壤的东部地区。 阿波罗网联邻,孙瑞后综合报道。